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来CET Gaming 上一集,我们刚刚把所有腐败狐 还有Nani的任务全部都做完了 那这一集呢,我们会开始攻略这个深耕底层 我们现在在这个大瀑布顶端的这个萤火开始 那我们先往西南边走 这里马上会有一个很刺激的敌人打 这里是不能召唤灵魂的,所以你只能跟他单挑了 他这一招打人很痛的 他的五进战 他这一招飞翔炮,之前你应该都有见过的 往一边跑就行了 哇 他打人真的好痛 不过你不用担心 这里不是所有东西都这么难打的 好了,打印以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化身仪式杖 那如果你是练力量跟信仰的话呢 这一把是一把很不错的锤子 它是打击型的武器来的 好,接下来我们往左边走 就是继续往南边走 前面有一只甲虫的 那是甲虫的旁边有冰蚁的 我忘记有几只了 就是很难打的那些冰蚁 先回一下南 用谁就把他们打飞 你有能把敌人一下打飞的招数可以用 他们比较容易打飞 好,甲虫就在这里了 打完可以拿到这个很不错的范围招数 黄金大地 接下来我们就要往西边走了 我们开始跑到这些树枝上面 首先第一根应该是右边这一根 左边这一根是我们之前走过 到前面拿萤火的 右边这一根 上来有一个亮点 一个六级的锻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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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往黑走 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一根 好,这里可以下去的 前面有一个山洞的 山洞里面也是非常的刺激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蚂蚁 可能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见过最多的 这里最好准备一点 范围性的攻击 因为他们都喜欢一起围上来的 我现在的封锻造石 在这里面有一个人 在这里面有一个人 另外一根本封锻 一定是什么 哇 真多 真噁心 到了这边 你也应该要看到有多少 上面 下面的这些 先用弓箭把这些大只的清掉 每次打掉 你都可以拿到一个弯弧 还有一个吸人卢恩 很赚的 自己瞄准吧 先清掉几只 然后再下去打 太吓人了 这个数量 哇 卡住了啊 哎哟 好 这里先来一下 有一颗 四色断造石 继续往前走 这里还有几只的 好 这里可以拿到这个 这个应该是跟奖辈有关的 这个祷告 叫阿尔登流星 下面还有两只会飞的 先解决到一只 哎哟哇 塭 不管了 哎呀 不惯了 背的对这些真麻烦 好的 看看 recorder 有一只卡在樹裏 不管它了 往前走 前面還有東西拿 同一個數字上面的另外一個鏡頭 還有東西拿的 右邊有很多飛翼的地方 也有幾樣東西拿的 先用弓箭一直拉過來打 好嗎 他們這招噴水 哇很痛的 還是要找仿生雷敵幫幫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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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東西拿完就可以回去我們之前拿過的那個螢火了 如果你沒拿過的話 如果你沒拿過的話 應該從這裡往西北方走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了 好 好 看麻煩 在這個建築物裡面呢 有超級多這些蜥蜴的 你可以選擇不理他們 或者打他們也可以 原來背在後面他們也不會打你的 原來背在後面他們也不會打你的 那就方便多了 那就方便多了 接著這個瀑布走 這個瀑布呢 是有一個洞的 裡面有一隻熊 現在跟他打得非常的難打 我們一會可以從上面 用遠程攻擊來偷襲他的 這裡有個目的靈蘭 左邊 往回走 左邊這裡就是剛剛我們打蜥蜴的地方 看一下 這裡就是我們 之前拿地圖的地方 如果你之前沒來過 可以在這裡拿一下地圖 然後在南邊這個方向 這裡有一些獸骨 把這個傢伙打掉 然後在這個涼亭的右邊呢 有一個建築物可以進去的 可以騎馬 一定要騎馬 我們先貼著右邊走 要等他開始噴火的時候 往左邊跳 這樣就可以躲開他的火焰 可以拿到這個戰灰真空盞 這個戰會還不錯啦 不過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我們出來以後就要貼著右邊 這裡有更多的這些蜥蜴 這裡有更多的這些蜥蜴 這條道我們不用走 裡面沒東西 這裡有更多的這些蜥蜴 我們就貼著這個牆 把這個牆放到右邊 這裡的地心是有點亂的 所以我不敢走太快 希望你們看得清楚啊 這裡你會看到前面有一個 這個叫漫步靈廟的 在這裡呢 拿一下這個五級的靈蘭 拿完淋蘭以後 把對面的螞蜴清掉 這裡有很多乙酸石可以拿的 這裡有一個氣流可以跳上去的 上馬跳一下 跳到這個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 有個雅提利雅葉 這裡應該是七級的斷造石 好 跳下去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打螞蟻的地方 然後我們往 東南邊吧 東南邊走 這裡有一個金色的騎士 這裡有一個金色的 他們的攻擊是帶死亡屬性的 所以要注意 散來散去的 散來散去的 打雕可以補一下紅跟藍的 所以還是挺不錯的 那他旁邊的這個建築物呢 我們靠到這邊走 你應該聽到甲蟲的聲音了 我有點不記得他那個位置 對 在這個樹枝的下面 哎呀 搞丟了 那我現在這裡重登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打騎士的地方 這裡的地形真的好奇怪 太複雜了 如果你錯過掉甲蟲 你用這個重登的方法就行了 回去營火 敵人又重生了 很煩的 如果你這樣重登的話 敵人是不會重生的 放一下馬 給你們看清楚一點 這裡是打剛剛那個騎士的地方 這個邊走 往樹根的方向 有一隻甲蟲 對 打掉以後可以拿到這個四色六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去 剛剛拿地圖涼亭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這裡 做一下標記吧 到了涼亭以後 就走這條大道 中間有很多金色士兵的 打他們沒什麼拿的 我就懶得跟他們打的 一直直走 前面是另外一個營火 好休息完以後 我們就往水的方向走 前面有很多棺材 超級多的盧溫打 拿的 九級的 八級的 這裡還有個靈蘭 這個棺材呢 是把我們送到 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我們目前已經打完了 所以可以不用去管它 接下來往北邊走 這裡可以跳下去的 這裡拿一下靈蘭 六級的 進去這個建築物 就是不願意出來是嗎 它越閃越後面 你也出來 這些敵人是帶死亡屬性的 所以 盡量不要一大堆一起 和在一起 哎呀 不過它都出來了 哎呀 完美 這裡拿一下七級的四射鍛造石 好 拿完四射七以後呢 我們準備要打亡了 還回去這個 應該是這個點 沒錯 把盧恩都用完了 先把分命力升高 那我們就跟 走去剛剛走那裡 剛剛那個建築物那裡 旁邊是有個龍捲風可以上去的 安全一點 我們是要上去這個建築物的頂上的 所以方向要拿好了 對著這個建築物上去 上面應該是拿一個時間鑰匙的 那我第一次玩的時候這個風是不能直接下去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直接掉死了 可能是個棒來的 不過我們也不去那邊 我們現在要跳到對面 也會受一點傷的 然後前面呢 就是我們要打得亡了 是一個熔爐騎士 哇 你看他的打一下超疼的 哇 哇 兩下就打死了 不過我的仿生淚滴也把他打死了 打硬以後你就可以拿到這個 自留亞的樹毛 感覺現在仿生淚滴也比我猛了 感覺現在仿生淚滴也比我猛了 對 我剛剛是用了犧牲樹子在身上 把這隻王打掉以後 這個樹的洞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裝備拿的 就是這些熔爐騎士身上的裝備 這一套可以說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套 套裝 哎呀變成重了 嗯 先穿兩件吧 啊對 我剛剛死掉還沒有用彎弧呢 哇 挺好看的 這個是青甲裡面強韌度比較高的一套 哎 這裡還有個墨地靈籃 上面還可以拿一點 沒料的 那前面有很多的這些敵人呢 我有點懶得打他們呢 啊 從旁邊這個樹根上去 啊記得打掉這個甲蟲拿一下四射鍛造石 然後我們往回走 找到另外一個樹根 哇 有弓箭手在追殺我 去收火吧 哎呀不管了 挑上了這個靈廟 好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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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没有什么东西想换 先不管它了 我们在地图上做个标记 从灵妙出来的话 我们往南边走 我们要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山洞的 没错 里面要打穷 很刺激的 这里可以召灵魂 我就不客气了 不理上吧 我不打他就不打 这里有个扇心暗器 8级的卢恩 还有7级的锻造石 熊石都会掉东西吗 就一点野兽肉块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的所有东西都捡了 就一直围着右边 这些边边走 然后套进去这个建筑物 下来往直走 下来往直走 还有东西拿 这个灵妙士兵的骨灰 继续往这个边边走 5级的锻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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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一下笔记 接下来的部分 准备好去兽火把了 这里就是刚刚打完了地方了 刚刚这里的骑士都消失了 这里有两个数字 左边这个数字就是我们刚刚拿那个甲虫的那里 打那个甲虫那里 看一下数字这边镜头是没东西拿的 确认一下 没有的话我们就走 把数字的这一边 这里还可以跳到对面 对面有一个亮点的 从这里跳下去 同样的你喜欢的话还是可以把这些 这些蜥蜴清掉了 八级的卢恩 哇 又开始攻击我了 去兽火把是有实现的 我刚刚在看笔记 有一些蜥蜴忍不住 开始打我了 刚刚这里拿完八级 我们要跑到面前这个建筑 我看一下怎么走 应该是原路回去 这里的地形真的是太复杂了 如果我攻略显示不清楚了 先跟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不好意思 我尽量慢一点走 这里是有一个数字的 双重跳 六级的断造石 然后我们要拿这里下面的 这个点 找一个好的角度跳一下 好 这里应该是一个黄金卢恩来的 然后往回走 下面应该还有个断造石可以拿的 转右上来 这一根东西应该都拿完了 然后那个断造石是在哪里呢 对这里 我们刚刚在这边拿完卢恩上来 然后这个分叉的地方呢 往下跳 接下来跑回去灵庙 然后往南边走 我们还有一个五级的断造石 到了灵庙 南边 过了建筑物之后转左 对在这里 哎哟 然后我们就要上这些塔了 怎么上去呢 从这些屋顶上去 先看一下四万多的炉恩 要不回去引火升个级吧 接下来的地方是有点难度的 现在升级需要五万八 来吧 来吧 9级的两个 在7000多 9级跟10级差这么远啊 差一点点 把这五个都用掉应该就差不多了 哎呀还差好几百 啊随便了 升完级往东边走 上这些建筑屋的顶上 这些石像有3000多一只吗 哇一级的卢温 真的谢谢你啊 都打到这里还给一级的卢温 这里赶快上来 镜头是没东西的 这里可以拿下这个死亡纸杖 然后这里对面有一个一样的建筑物的 对 然后我们要跳到面前这根树枝啊 但是动作要快 因为这一只石像鬼会往中间面前这个部分 喷火了 哎呀我按错 他会往这里喷火 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把这些 这个东西拿了 然后往前走 好动作要快了 五级的卢温 好这里拿一个八级的卢温 然后往直接那边跳 哇 哇 我还以为跳得不够远呢 这里可以拿一下营火 休息一下 嗯 嗯 营火休息以后 他旁边呢 这个树枝上一下 先把这只解决掉吧 这只用弓箭打掉 这只用弓箭打掉 嗯 那边我们去过了 我们现在走这里 应该不用跳上去这个平台 数字往上走 使用弓箭吧 哇 哎呀 已经在这里死多少次了 好 好 这一次 我们直接跑到最上面 这里有东西靠着 被打中 我们也不会掉下去 哇 这个伤害好低啊 我自己想往前走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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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准一下 然后跳上去 哇 哦 差点掉下去 吓死我了 然后我们要跳到这个这个瀑布上面 要对准一点咯 是蛮吓人的 这里是有一点蚂蚁的 可以不用管它们 好 我不喜欢打蚂蚁 这边先拿一下铃蓝 好 好 好 那里还是一只兵蚁来的 嗯 这边地上应该是有个洞的 咦 去哪里了 哦 这里有个洞 好 对准好 哇 哎 忘记开灯了 这里就是我刚刚说可以从上面偷袭的那只熊 这只熊太难打了 我真的不敢下去 不过我的剑打他好像也不够痛 不过我的剑打他好像也不够痛 那些蜥蜴的 完蛋了 你这道假动作不错 你在这里呢 要保持在洞里面打的 因为外面有很多那些死亡蜥蜴的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 有七八只聚在一起那里 哇 你这上次学我的吗 呵 在洞口里面这样打 好了 打完以后就可以拿到这个死亡子的恶性农仓 这个饰品是用来 防死亡状态的 哇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我差一点就能回去见那个那泥山人主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回来这个树根前路 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 我们直接打两个王 那在这个营火休息一下 我看一下我升级需要多少 六万 还是差两万七 还差一千五 还差一千五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而我们面前这个树根这个孔呢 进去里面呢 就飞亚就可以找到飞亚 可以把这里把他的任务完成 但是在完成之前呢 要先把一只王给打掉 好 这个王出来了 其实就是飞亚他召唤的灵丸啊 飞亚的英雄 基本上 每一只打都不一样的 哇塞 还有三只 可以照一下仿生内敌的 好 这里你会看到魔法师罗杰尔 这里你会看到魔法师罗杰尔 还有三只 如果有法师先把法师打掉 这个莱恩里尔是里面最强的 好 打印你以后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祷告 飞亚烟雾 打过来跟飞亚说说话 这里要慢慢看对话 不要按太快 这里呢 你选上要选第二个 你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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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这些人 为了我 我的妄想 你还想到我 在这里跟她拥抱呢 把之前在那个 莉阿那个塔 拿到的那个道具 可以拿给她的 今天就可以解锁 另外一个结局 这里就可以把这个死亡的咒哼拿给他了 小时 请谓一二 你是我 我可以保持你 我会把你担心 我将会在康复的女生 我将会在康复的旅行 我将会在康复的旅行 在康复的旅行 在康复的旅行 对吧应该都看完了 先把他给的那两个刀就用掉了 然后再炎火休息一下 那你再跟菲亚拥抱一下 再说一下悄悄话 再把刚刚拿到的这个道具用完 再回去营火休息一下 亚菲亚就会在睡觉了 在这里触碰他一下呢 又可以打另外一只王了 原来马上照一下这个防身泪蹄 哎这个什么音乐 喂等等放错音乐了 不管了 那小心他这个黄色的这些烟雾是带死亡属性的 然后他红色的这些雷电是带冲击波的 中完了你身上会带雷电 就像我现在一样 然后被他打到会更加的痛的 然后他这道喷火呢不要过去打了 他会乱甩的 打他的话如果你锁定他的身体的话 你很难打得中的 所以还是以打脚为主 在他脚边打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用这一招风压把你吹走的 所以你要准备一下风压无效 哎呀不对 这个游戏没有风压无效 把这个音乐关掉了 所以千万不要锁定 不然你会瞄准他的腹部攻击 然后变成打不中的 这一战的话 他是用远程比较有力 进战打会比较吃力的 碰 碰死了 不行了不行了 不要飞扑 不对 这游戏不能飞扑啊 幸好没死 都是这个BGM害的 打赢了以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死龙的追忆 还有死龙的灵片 死龙的天灵 死龙的红玉 谁写了这个笔记 把他扔了 屁死我的 有一种跑错片场的感觉 打完以后会直接被传送出来的 在这里拿一下被修复好的卢恩 然后再 炎火再休息一次 这次 阿尔的死龙的 看一看 好长的 看一看 罪之王的称之王 王的称之王 王的称之王 这就是你 的宝贝 你 没有 肉和骨 这就是真正的死 阿尔的 看这 热 No more children can be got from this useless flesh. Behold, your mother is dead. 這裡跟弟弟說說話 This is revenge, you witch. And you, you ghoul. This is the wrath of D. Ah, hello. The rotten witch is dead. The golden, now I can look my honeyed rays of gold. 這裡記得拿一下菲亞的套裝啊 其實我想告訴他 我已經拿到那個盧恩了 好,在營火休息一次的話 D已經走了 會留下他的裝備的 好的,那這一集的攻略就達到這裡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生根底層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你幫我的影片點個讚 下一集我們將會開始亞談高原 還有一連串的火山抵禦的任務 不想錯過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關注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那麼多了 等於是 尤其是 一個讚 qu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